大家好,欢迎又来到北斗翁频道 今天是2022年8月1日第588集 我们今天的题材是汇丰的好日子,来想 我们在对上一集第587集的时候 就说恒生指数将会跌破2万点 今天的恒生指数虽然最后都是倒升回9点 成交金额都有1148亿 但是事实上在早上那段时段里面的确跌穿了2万点 最低的时候就报19883点 换句话来说,2万点这一个其实不是什么关口来的 说要破就可以破了 至于在第587集里面,我也展示了恒生指数的波动范围 其实现在最低位是被人推低到1万7200点左右 所以你说跌穿2万点就不是一件什么大件事 所以如果将来还可以跌的话,你要看着这个数 就是可能会跌到1万7200点至300点之间 这一个最恐怖的位置 那你说会不会有这样的机会? 喂,很难说喔! 这一排,你知道亚洲地区都是纳纳的啦 随时有什么东瓜、豆腐、拆枪、走火的话 跌穿了1万9点,我觉得真的一点都不奇怪的 今天呢,我们香港的股市上面两家最重磅的公司 这一间就是阿里巴巴和这个腾讯呢,都是跌得比较惨淡一点的 那腾讯呢,终于呢,被我骤着骤着都跌穿了300元了 那其实它还有很久跌的 因为它的大股东呢,听说手头上的股票要沽的话呢 真是沽了8年都未必能沽得完的 那你可想知道是长期都未必会看得好的 那至于阿里巴巴呢,那就没办法啦 因为它在美国那边可能会被人除牌,会再跌 那会跌到什么水平呢? 那上一次的低位大概是80元左右 那如果再跌到80元的话呢,那你会不会再去骂它呢? 这次是否应该要考虑一下呢? 如果它的股价再跌到这么低的水平里面 好了,今天我们要讲的题材呢 就是这个汇丰银行啦,因为它属于是比较逆市期班啦 平时都是死固固,动都不动的 但是今天公布了业绩之后呢,那就挺帅的啊 这个股价呢,升了5% 那我们今天呢,就来讲讲这个汇丰银行的情况啦 我之前呢,就拿我小孩的钱呢,就拿来投资在这个汇丰银行身上 最后呢,就损手难脚,那就不知怎样跟那些小孩交代 所以呢,我现在对汇丰银行的股价呢,是特别敏感 也都是特别小心 它不跌到一个比较合理的水平的话呢,我是绝对不会投资在它身上 但是,这样不代表它的业绩不会翻身嘛 那今天就公布了业绩咯 所以它的股价还可以升大概接近5%咯 而且它的成交金额都挺好啊 又去到是超过24亿元 好了,至于它的市盈率呢,现在只剩10倍左右而已 似乎是挺好 至于它的收息率呢,就一般的而已 大概剩下3.7%就不算好的 不过呢,听说有陆续的好消息来 稍后呢,慢慢再和大家分享一下 至于呢,它每股资产净值呢 是接近75元,那它现在都是做51元左右而已 所以理论上来说,都是叫底的 大家记住一个数字啦 就是它现在派息的比率呢,大约是用了40%啦 不过稍后呢,就会加到去一半的啦 那如果这个一半的话 它又赚钱又多了的话呢 那其实那个派息方面呢 是可以高很多的 那希望大家都有机会得到这些好的回报率啦 那它的市值呢 都有10500亿 那算是过了万亿啦,都叫做有些交代啦 但是这个股价呢,就一般的漂亮而已 那,至于汇丰银行呢 听说在伦敦呢,就再升得比香港的股价还要高一点喔 那折合呢,就是大概港币是52.12元左右啦 那换句话来说,如果明天好彩的话呢 香港的开市,汇丰银行的股票呢,应该还可以升多一点喔 那如果是的话,那当然是大欢喜啦 前那一段时间,汇丰银行最高的时候呢 是爬到接近60元嘛 那现在由这个52元开始再继续向上升的话 升到上去60元,其实都已经很可观的啦 我们先来讲讲这个汇丰银行呢 上半年的业绩如何呢 听说今次的税前盈利呢,就高达91.7600万美元喔 那按年呢,就跌了大约15%左右啦 但是呢,都高过市场上的那些券商呢 所预测的大概是81亿多,82亿 那已经好了很多啦 那至于这个普通股的股东应佔的利润呢 就高达接近83亿元 那按年就升了大约14% 那算是很有交代的啦 那至于每股的盈利呢,就是42美先啦 但是中期股息呢,就派9美先 那还有个好消息喔 就是听说在这个2023年,即是夏年开始啦 那就会派发回这个季度的股息 那就是一年有四次啦 而且还有另一个更加好的消息呢 就是说听说的派息比率呢 是会提升到去大概50%左右 那如果是这样的话呢 应该呢 就是又可以派多点啦 又可以次数多点啦 又可以派多点息啦 那令到的回报率呢 会变得更加吸引的 好了 至于这个行政总裁这个 奇耀年呢 那他就这么说的 他说以一个巨大的风险为理由呢 就拒绝将集团即是汇丰银行呢 就一刹二的 他说如果拆出来的亚洲业务呢 很可能呢 就会令到将来的回报率呢 是没那么好的 那另一方面呢 这个财务总监呢 也都有说过的 他说如果要建立一个新的亚洲业务的话呢 需要三至五年去建立啦 而且这个系统呢 听说要耗资几十亿元 那还要产生其他的税务开支呀等等的东西 那换句话来说 都是想告诉你 其实拆出来呢 就是劳民伤财啦 也都是浪费了很多钱啦 那如果要浪费这几十亿的话 倒不如拿这几十亿来买回自己的股票 那还实际很多 是不是呢 这里有几样财务摘要呢 就是希望大家就帮手看一看的 那第一个要看的呢 就是这个成本效益比率 那换句话来说呢 譬如好像2022年6月底为止啦 那他那个成本的效益比率就是65.1啦 换句话来说就是说 做100元生意的成本就占65.2啦 那其实呢 是比上一年的同期呢 是有改善到的 那就是说 很可能呢 就是这个成本控制呢 就是有改善了 那这件是一件好事来的啦 越低当然是越好的啦 另外呢 就是 净利息收益呢 看着吧 2022年的6月底为止呢 就有1.3% 那就是这个是个息差啦 那 跟上两个 就是前面那两个比较呢 其实也都进步了啦 那你知道啦 加息周期就来了啦 那加息周期来的时候呢 你知道啦 存款在汇丰银行那些存户呢 那他收到的利息呢 就可能会加一点点 但是汇丰银行借出去的利息呢 就可能会加多多 所以呢 换句话来说 有机会令到这个 那这个 正利息收益率呢 就是会拉阔了的 那拉阔了的话呢 绝对是一件好事啦 那但是做不做得到呢 那就要看看 他这个汇丰银行 怎样做法啦 那至于每股盈利呢 就已经是算是创到新高的啦 那慢慢呢 算是叫恢复过来 那么今年可以赚 就是这个 上半年可以赚这么多钱呢 其实都已经是比较 喜出望外的啦 不过 当然还有这个 增长的空间 或者改善的空间啦 但是 都要慢慢给他一些时间的 始终都是叫大笨像 做起了事情上来呢 始终都是给人家 万一两拍的 那我们作为一个股东的话呢 就要给点耐性 去等候一下啦 这里呢 还有另一部分的 摘要的财务资料呢 大家都要去认识一下的 那譬如我们当然 看回这个2022年啦 那有些什么可以看呢 看这两个数据 那下面的数据呢 就是这个客户的 账项啦 就是说 放了多少钱 在汇丰银行那里 好了 那放了多少钱呢 大概呢 如果用一些数字 大家容易掌握的呢 就是 汇丰银行的 存户就是 放了16513亿美元 在汇丰银行里面 好了 但是汇丰银行呢 就将这一笔钱的其中一部分呢 就是大概是10283亿元呢 是借了出去的 那你当然啦 借出去呢 收个利息价是贵一点啦 那你存在汇丰银行那些钱呢 那利息价会低一点的啦 好了 那你会说 咦 其实是用了多少个% 就是说 存户里面呢 是多少个%的存款呢 是借了出去呢 大概是62.3%而已 其实跟上年的同一个时段比较呢 是个%就少了的 那我怀疑呢 就是汇丰是謹慎了 就是不敢容易去借钱出去 你知道啦 现在风头火势 很多企业都很不够的嘛 你借了出去之后 其实拿不回来的话呢 变成坏账呢 那就更加大了 那我宁愿呢 就是 借少些出去 可能还是好些的 不过呢 这个客户的存款和借贷方面呢 就引起了两个问题呢 大家要去想清楚啦 那我做一个假设的 如果那个息差呢 可以由之前的1.3% 加到去1.5% 就是多了0.2%的话 照我的计算啦 我的计算未必准确 不过我可以告诉你 照我的计算的话呢 只要加0.2%的话 就可以令到利息的收入呢 就增加了12.5亿美元的 那你知啦 他现在现有的客户 都全部在了的嘛 只要加一加息的话呢 什么都不用做呢 就可以多了很多的收入的了 那成本不变的情况之下呢 其实这一笔钱呢 是可以变成盈利都不出奇的 第二个说法呢 就是如果汇丰银行呢 可以借多些钱出去 我刚才说过啦 存户放在这里的 有16,500多亿美元的存款在这里 那如果你肯个比例借高一些 例如由62.3%提升到65% 66% 假设是这样的话呢 那你想想借多些钱出去的话 利息又收多些的话呢 那其实呢 令到利息的收入呢 就会更加可观的 所以现在呢 市场上就有一个风呢 就是不断吹紧的 喂 汇丰银行呢 迟些派息会很英俊的了 那到时呢 股价又升啊 什么什么的 那其实值不值得可信呢 那你们自己呢 真是要动高藏板呢 想清楚 才好投资在他身上啦 好了 来到总结这一部分啦 那看到这个汇丰银行的local啦 也都看到 红色的地方呢 就是汇丰银行呢 遍铺世界各地的业务 那其实呢 我都觉得呢 汇丰银行真是不应该呢 是分拆出什么汇丰银行呀 汇丰亚洲啊 这样 真是不应该这样做的 那现在呢 我们的总结就是这样说的 加利息呢 就应该会有利汇丰银行的盈利和收入的增加啦 那正如我刚才可以计算过一条数给你看啦 但是你记住哦 同样地加了利息之后呢 也都会令到这个借贷活动呢 是会减少了 譬如像是李嘉诚、李兆基那样 那如果他们原本想着想借钱的 哇 看到利息那么高的话 那他们会借少一点的嘛 是不是 那还有加利息的话呢 也都会令到经济不好啦 很多企业都会陷入财困啦 甚至是撥秘啦 坏账啦 都会多了的 那这些银行都要计算在内的情况啦 另外呢 那些人就说 喂 拓展亚洲业务 是不是一件好的方向呀 这样 那之前就说欧洲不行啦 接着又说美国会衰退啦 但是亚洲是不是一定真的好些呢 那大家都要打个问号 因为最近 佩洛西威要来亚洲旅行 走一转而已嘛 都已经吓到周围的人 都已经是 个个都怕怕啦 是不是呢 那就是亚洲的业务 是不是一定会好呢 未必的啦 亚洲这一边呢 台湾和中国和美国的关系 可能会越来越恶劣 所以在亚洲想赚到钱 也都未必那么容易 所以呢 都是一个环球性的业务呢 似乎会比较实际一些啦 好了 至于这个派息政策呢 是慢慢明朗化啦 那么你现在看到 他说下年开始呢 就会变回到四季都会派息的啦 是不是 那么那个派息比率也都会增加到50% 那么如果公司的盈利呢 也都可以好像现在这样慢慢提升的话呢 那派息越来越多的话 真的挺正的啦 我举个例子给大家听啦 在汇丰银行最近就减了息啦 但是呢 他这几年来呢 最高息的时候呢 就是这个2018年 那么呢 每股就派大概是3.99 那我们当它4元来计啦 那以现在的 股价来计的话呢 其实回报率呢 是大概是7.72% 那如果真的派回这个大概4元 一股的话呢 其实他的回报率呢 是不会输涉给其他中国银行的 那些内银股的 那如果这样的话 那我不如买回香港汇丰银行 既然它都是国际业务的嘛 那你又觉得 如果有7.2%的回报率 你又会不会满意呢 是不是 还有一样东西 我们买汇丰银行呢 我都说了 我都买过东西的嘛 所以现在买汇丰银行呢 都很害怕呢 一买进去呢 又买东西的嘛 所以呢 真的不要急 慢慢看定点 找到一个漂亮的时机呢 才去 吸纳这个汇丰银的股票 我觉得这样才是最稳定的 宁愿就是少做少错啦 那你问我 喂 那哪一个水平才是比较值得去入啊 那如果现在来看的话 大概48元以下的那些呢 如果你觉得 可观的 也都信了呢 未来的日子呢 汇丰银行的那个盈利呢 是会是慢慢好起来的话呢 那你呢 可以在48元慢慢吸纳啦 那你信不信得过呢 是一件事啦 因为呢 很多人呢 都在汇丰那里呢 输了很多钱 现在呢 听见汇丰呢 个个都怕怕的啦 所以呢 你要买汇丰 真是自己呢 真是想清想错呢 才好去买啦 好了 这一集呢 讲到这里呢 已经是完结的啦 希望大家呢 满意这一集的内容啦 希望你们可以看完这条片之后 给个赞 作为支持我这个频道的 谢谢各位 各位 今天呢 我又出版了一篇的文章啦 那这篇文章的内容呢 就是关于这个长江基建 就建材化水的 那很可能呢 就因为呢 我对这间公司期望上就太高了 那看到他那个英国的资产 1500亿都卖不到出去的话呢 始终都耿耿于华的 所以呢 就写了这篇文章啦 其实这篇文章呢 都写了很久了 终于今天都完成了啦 那希望大家呢 如果有时间的话呢 可以入一入来这一条link呢 就看一看 这篇文章到底里面说些什么的 原因呢 我也是说了话 他就跌了个赞 不过呢 就收回个资产 那真是好过没有这样的意思啦 那希望各位呢 如果可以欣赏完这一篇文章的话呢 可以见到前后左右附近有些讲过话 麻烦你帮我按一按吧 这样就可以帮了很多忙的啦 多谢各位